美国1月17日将湖赛武装再次列入了特别认定的全球恐怖组织 同时,美国军方对14枚湖赛武装的导弹进行了打击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 这些装设在发射轨道上的导弹对该地区的商船和美国海军舰艇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 并随时可能发射 这促使美军行使其固有的自卫权力和义务 此次打击将削弱湖赛武装继续肆意袭击红海 曼得海峡和亚丁湾的国际和商业航运的能力 本周三,三天内第三艘商品运输船遭到袭击 航运业的高级官员私下承认 许多船员现在对过境红海的前景感到恐惧 在美英对野门境内湖赛武装目标发动空袭后不久 西方海军建议所有船只避开冲突地区 至少2300艘商船的船主和运营商听从了建议 美墨边境近日出现人道争议事件 本月12日晚间 一名妇女和两名儿童在美墨边境Eagle Pass Eagle Pass尝试跨河到美国时不幸溺斃 期间美国边境巡逻队企图对三人提供协助 但却遭到德州国民兵阻止 事件引来大量批评声音 CNN称获得一封美国国土安全部14日的信函 收信人为德州共和党总检察长派克斯顿 信中指拜登政府已下令要求德州在17日前 停止其阻止美国边境巡逻队 进入美墨边境沿线2.5英里地区的行为 其中包括此案件的涉事地区 信中又提及德州当局竖起围栏 并阻止联邦特工进入美墨边境地区 谢尔比公园的行为阻碍了运营且是违宪的 此前边境巡逻队成员曾拆除德州当局 在Eagle Pass架设的围栏以及铁丝网 遭到德州当局起诉 上诉法院命令边境巡逻队在案件判决出炉前 不得继续拆除铁丝网 拜登政府希望最高法院能撤销该项命令 德州国民卫队回应指出 当边境巡逻队12日要求进入现场时 溺水事件已经发生 墨西哥当局正在找回尸体 国民卫队又称 他们从未在谢尔比公园地区和美墨边境 靠美国的一侧发现任何尸体 加州房地产经纪人协会靠周三表示 2023年12月洛杉矶线的房价下跌 反映了全州的趋势 而2023年全州房屋销售经历了自2007年以来的最大跌幅 12月洛杉矶线现有单户住宅的中位数价格为85万3340美元 低于11月的89万7990美元 一个月大降44,650美元 自2022年9月以来 加州现有单户住宅的销量一直低于30万套的门槛 2024年第一季度可能会保持在这一水平以下 中国国家统计局1月1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3年中国人口连续第二年萎缩 下降超过200万至14.1亿 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自1961年以来的首次萎缩 而去年的降幅是2022年的两倍多 2023年死亡人口1110万较前一年增加近70万 是1960年来的最高水平 官方没有根据死亡原因对数据进行细分 但增加原因可能是2022年12月 政府突然取消严格的防疫措施后新冠感染激增 导致与新冠相关的死亡人数攀升 2023年902万的出生人口创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新低 人口学者分析 中国人口成长减少的原因在于女性抗拒催生压力 尽管政府出台了如更便宜的住房 税收优惠和现金等政策 央行顾问则建议当局跳脱传统政策框架 通过促进就业和提高家庭收入来鼓励生育 和声带炸之前